还记得在跨年专场上郭德纲与于谦两人在台上动嘴 郭德纲说我娱乐圈都是朋友 于谦说我相声圈都是朋友 郭德纲说我就是说相声的 于谦却说那你干嘛上娱乐圈交朋友 一句话让郭德纲哑口无言 台下的观众心领神会的哄堂大笑 虽然说是台上的包袱 但也倒进了老郭的心酸 曾几何时 郭德纲在舞台上快意恩仇 把相声同行们贬得一文不值 同行是冤家成为相声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挖坑容易填坑难 而历之年的郭德纲可以如此快意恩仇 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他 想把这个坑填好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近日前相声演员汪洋就在直播里聊了聊 德云社天津分社开业的时候 郭德纲被天津相声界集体抵制的一幕 令人百感焦急 通过老汪 很多网友才知道天津德云社开业如此之难 郭德纲面临着多大的压力 虽然现在的他力求修复和同行的关系 但是难度之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老汪如此说 天津德云社开业前后 郭德纲希望借此机会缓和和天津相声圈的关系 于是专门给同行们留了五桌 并且盛情邀请诸位同行参加开业庆典 等到了开业时间 预留的五桌酒席无一人到场 全部都空着 很多人都知道 当时天津德云社开业 师娘王慧让徒弟们给粉丝们送水 自己却在门后偷偷的抹眼泪 很多人都以为是师娘王慧的感动 其实感动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同行们的打压 愁的都哭了 为什么王慧给那些孩子们拿水 自己藏在门后的外泪 天津人 碰碰天津人吧 同行是冤家 当年舞台上意气风发的郭德纲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骨子里都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的反噬 在感慨之余 也不仅让人感慨 出现目前的情况 到底该怪谁呢 我们不能单方面的斥责 相声演员们的薄情寡义 毕竟郭德纲崛起的时候 把自己塑造成了相声行业的颠覆者 非主流相声演员和主流相声演员的出现 本质是德云社和非德云社演员 在这种情况下 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你我是天津相声圈的著名演员 能够放下曾经的恩怨 坦然的参加这场开业庆典吗 本来以为 马志明先生和杨绍华先生 参加开业仪式 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现在看 当时的两位前辈 当参加天津德云社 开业庆典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德云社和同行之间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马先生和杨先生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就像老汪说的那样 天津人捧捧天津人吧 如今 石家庄都已经成为主播阵地 而天津的相声 能拿得出手的 也只有马三立 不知道下一个相声名家 将会是谁 能代表天津